恩亨已经别练了吗?恩亨开口最喜欢步步,辽美高手恩亨从未下线。 近期妈妈是超人最后一期播出,四位妈妈大吉和四个萌娃也终于见面一起玩,在整集中,辽美高手恩亨从未下线过,由黄胜一到陌生教练都出示她的辽美本领, 到她被问她最喜欢谁时,她思考一下后回答,步步,而原因却是单纯又简单吧? 最后一期妈妈是超人三恩亨跟何安迪,大林子,步步终于见面,而搜手王恩亨这次又在上线,笑, 刚见面不久后,就称黄胜一为黄胜一姐姐,叫黄胜一开心的新华路放。 到后来四位萌娃要参与立即活动时,她又突然向负责的教练举起拇指,酷酷的老师,捧款的满足笑容又挂在教练脸上。 当恩恒被问到小朋友中最喜欢谁,她认真思考一下后回答步步,原因竟然只是因为步步是女生。 她更透露整天下来有照顾步步,我们做华索的时候她不敢,最后是我跟安迪保护她过去的。 相信不少粉丝对恩恒在爸爸舞爆出,她有点优秀的一幕留下深刻的印象吧, 这个世界在这次一样谁也不得罪,她先赞安迪勇敢、自信,而只打林子也极好的,再称两位都帅气,social skill 满分啊。 说到恩恒爱聊,最爱聊的对象应该是她妈或思艳拉,她发挥暖男个性。 若是妈妈哭了会怎么办,她秒答,拿纸巾擦她的眼泪。 她也说,不害怕妈妈变老,我一直都会在她身边,老了我也会给她吃糖,如果走不动走了,我拿车推住她,还会买自动的。 或思艳观看住监视器,表情超感动的。 摄像中文组 恩恒除了辽妹高手外,也绝对是个词汇达人无误。他曾经在《爸爸舞》中爆出,爸爸你快点,我急不急待。已经令杜江吓到,连亲爸也想不到一位四岁的小朋友已经会这些词汇。 而这次恩恒又只划锁到达终点的感觉是激动人心,在旁的黄圣衣也忍不住大赞。 在妈妈餐中,恩恒真的长大了很多。